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星期三去到河南考察 第一站來到南洋市醫生池 了解東漢醫生張仲景的生平 和他對中醫藥發展的貢獻 中央電視台說張仲景在生時體察文程 在傷寒病流行時研究治療方法 他篇寫的《傷寒習病論》流傳至今 當中藥方更加被現今中醫師改良 用作治療新冠疫情 習近平說經過新冠病毒 和非典型肺炎等重大傳染病之後 外界更加認識中醫藥 強調要用現代科學解讀中醫藥原理 中西醫結合發展 種植月桂花是南洋市近年冒起的特色產業之一 習近平視察當地最大的月桂博覽員 了解群眾就業情況 艾草種植也是南洋的特色 市內種植面積近30萬畝 位居全國第一 習近平也去到一間艾草製品公司了解 央時說公司集合艾草生產研發 科技創新和網購銷售一條農服務 在當地的扶貧就業基地 協助3,000多個村民就業 報道又說習近平這次口察是要宣示鄉村正系持續振興 對民生活繼續改善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